从5月1日的13.3%至8月1日的78% 这是2020年武汉餐饮机构糖食恢复的比例 从客流断崖市下滑到找回城市烟火器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武汉餐饮业的洗牌 8月14日 记者在有着捍卫小吃一条街之称的户部巷看到 曾经人头传动一座南球的户部巷 如今显得有些冷清 虽然是正午 但是一些店铺已经打烊关门 武汉解封后对于大多数餐饮品牌来说 活下去成为首要任务 你看一下嘛这街上没人 以前都是跟上海的嘛 现在都没人了 没什么人 基本上没人 那完全是不能比 那原来这一条街呢 很是人流川流不息的人 现在就没人了 这几天稍微强一点 因为黄鹤楼免费了嘛 免费了人流量要稍微多一点点 户部巷内一家热干面店负责人汤女士说 几十年的老店因为疫情一度生意惨淡 但随着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免费对外开放 相信人气会逐渐回升 在这边做了几十年了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打算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把东西做好 把口感做好 然后至于怎么样去扩展其他的路啊什么 这个我们还没有想过 但是我们对户部巷肯定是有信心的 武汉某酒店相关负责人黄伟伟说 团购外卖和字体成为销售的新常态 目前门店营业额恢复至疫情前的70%左右 应该来说我们在恢复唐食的初期是生意是相当惨淡的 前面核酸之后 我感觉这个整个客户的这种安全感 它又提升了 这种这个消费的这个欲望又被激发了 所以我感觉就是特别是在端午节之后 应该说是一个一个爆点 一直持续到现在应该说我们整个的 生意应该说交之前恢复了七八成嘛 在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支持和引导政策 激活消费的同时 一些餐饮企业也开始转换思路 部分星级酒店放下声段 卖早点 摆烧烤摊 吸引消费者 我们可能以往主要就是针对政务商务 包括会议市场 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现在企业也是自产自救 同时也是为了给广大市民提供我们这些 五星级酒店的食材 包括品质 包括我们的一些服务 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国梁认为 后疫情时代 武汉餐饮界要增加经营项目 减少运营成本 已渡过眼前难关 留住青山 保住企业主体 才有可能向前发展 目前武汉市餐饮协会 全产个人 企业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